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正常人每分钟心跳次数都是在中间数值 也就是70到90次 男性每分钟心跳次数要比女性快很多 当情绪上比较激动的时候心跳得快 平时闲下来休息的时候跳得慢 二 小孩子的心跳普遍要比大人快一些 绝大多数都是在90到130次之间 年纪越小 心跳的速度越快 三 专业的运动员心跳是比较慢的 有些运动员每分钟的心跳只有六十几次 不过一些心脏疾病患者每分钟的心跳次数超过100次 甚至能够达到120次 这种情况属于心跳过速 不太正常 是需要去看医生的 那么在正常心理范围内 每分钟心跳六十次和八十次有何不同 哪对更好 同样处于平静状态下 每分钟心跳六十次的人 身体大多比心跳八十次的人更好一些 这并非口说无凭 而是经过了研究分析发现的 中国医药大学的温教授针对200万份体检报告进行分析发现 在健康人群身上 平躺五分钟让自己平静下来后 能够将心率保持在每分钟六十次左右 而对心率超过每分钟七十次的人群来说 每分钟心跳多跳一次 就可能影响平均寿命减少四个月 而且在心率超过100次每分钟后 平均缩短了13年的寿命 这个结果也被很多人称为心率越慢 越容易长寿 心率过快 确实可能给健康带来一定的风险 当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过多 第一点可能导致心脏泵穴的负担加重 影响心脏健康 第二点也能反映出心脏泵穴的能力比较差 跳动一次无法为人体提供足够的血和氧气 就需要增加工作量 高强度的工作也会更容易带来心脏病变 但是对人体来说 心脏并不是跳得越慢越容易长寿 事实上 除了职业的运动员有可能在长期锻炼 心脏力量比较足的时候 能够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保持低于每分钟60次的心率外 其他人都应该警惕自己出现心率过缓的问题 很多人拿乌龟的心率来比较 表示乌龟心跳比较慢 但是能够长寿 以此类推 如果人们也能控制自己的心率 或许也能保护心脏 更容易长寿 专家指出 对于正常人来说 长期心率低于每分钟50次 反而要小心存在心跳过缓的问题 严重的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疾病 心脏跳动的次数太少 很可能导致心脏风血量不足 更容易出现大脑接收到的攻血不足 从而引发头晕 头痛等问题 长期存在心跳过缓的问题 还可能加重心脚痛 心疼等问题 对于健康也是一大威胁 其实心脏就像是人体内的发动机 当发动机转动变慢 也会影响其他器官的运转 最先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肺部和大脑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呼吸衰竭 低血氧症等问题 如果你盲目地追求心跳过慢 在发现自己的心理低于每分钟60次后 仍然忽视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 很可能就会错过了疾病给出的暗示 所以心跳跳得太慢 不见得是好事 能够及时就医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也能避免生命面临威胁 当你心跳异常时 解释一下 这七件事是否说中了 一 你的压力很大 压力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及血氧 让我们身体启动张或逃了紧绷状态 医师提醒 难性压力会使心脏负荷较较大 进而增加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二 你有糖尿病或是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期刊的研究发现 心跳速率越快 似乎与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关 休息时的心跳一分钟每多十下 罹患糖尿病风险便上升23% 研究人员还提到 心跳速率越快 空腹血糖就越容易出现异常 但空腹血糖出现异常 就越容易产生糖尿病 此外 糖尿病患通常还有肥胖 少运动等问题 罹患心血管 冷气病及高血压等气率也较高 也容易造成心脏的负担 三 你有心率不整的问题 我们的心脏拥有自己的定位系统 可以帮助心脏正常跳动 但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跳较慢 有可能是你的心率不正常 心率不整的病人也常和病 头晕、头昏的症状 不过别太担心 简单的心电图检查就能判断是否异常 四 你运动不够 用镜飞退这句成余症适合用在心脏上 心脏也是一块肌肉 需要你不断锻炼 它才会变得强壮 当你不运动而变胖 你的静止心力就会加快 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心脏不够力 它需要出更多的力才能将血液顺利打到全身 再加上你变胖了 需要的血液变多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心跳变快 五 你服用的药物会影响你的心跳 某些含有β阻断剂或钙离子阻断剂的药物 因为能帮助放松你的心脏 所以会使你的心跳趋缓 这不见得有什么危险 但如果你担心 可以向医生咨询 而含咖啡因的药物则可能加速你的心跳 最常见的就是头痛药 另外像茶 咖啡 能量饮料 巧克力等食物也含有咖啡因 如果你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人 这些东西都可能立即反映在心跳上 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吧 六 你可能脱水 或是身体里太多水 身体里的电解质不平衡也会影响心跳 当你喝太多水 或水分补充不足时 体内的电解质就容易失衡 二 影响身体的化学反应 尤其是当体内的美 甲 该的含量太低时 就会引发心率失常 表现在心跳上就是心跳过快 七 你可能有甲状腺抗腺或低下的问题 甲状腺是位于脖子的一个先体 除药分泌和耳蒙协助身体正常运作 如果它分泌不足 会产生甲状腺功能低下 进而导致心跳减慢 反之 若因甲状腺抗腺而导致分泌过剩 心跳就会加快 这个问题可以透过抽血来判断 心脏跳动不只代表你还活着 它也能看出你活得健不健康 从现在起多多关心它吧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智慧养生 我是老张 祝大家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快乐常伴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